我还在小学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比赛了 然后我本来从小也爱唱歌 M想报了名我就去了 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多人问我 但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你觉得很对的情况下 去做你想要的答案 就是正确的 你完这以后 没啥区别吧 结婚我们现在 也跟内爱是一样的 不有一点 一见钟情的感觉 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房车旅行这个事 是我跟曹大虾 一直在计划当中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它实施下去 上完孩子以后 就好像更没有时间了 孩子慢慢慢慢一天天长大了 其实我们所能陪伴他的时间 并没有那么那么多 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舒服 属于孩子状态的一个旅行 我想开车回家 想一出来一出 那我还想上五大山大道去呢 真的还是假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让孩子真正的做一次孩子 包装盘在我的手上 如果想往哪里就往哪里 那你不能打1公众了 那别管我 咦咦 连你也行 咦咦 再出发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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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